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先不管孟长军的态度 我们先想一想冯萱这事干得好不好 其实干的是非常好的 说明他的认知是很高的 他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 虽然孟长军不是一个国君 但是孟长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七国举足轻重的大夫 那他自己的封地是他真正的立身之本 你别的东西都会丢掉 对吧 你的立身之本要保住 所以冯萱干了这件事 但是我们回到孟长军的事情上来想想 这件事他会不会高兴 其实是不会的 对吧 因为我让你去帮我收债 结果你帮我消债 你把所有的我本来要收的钱 全部发给别人了 说免了 所以孟长军在这里边讲说不悦 这不能念不说 念不悦 因为后边他说了 对吧 他说什么呢 他说诺先生修矣 意思就是好吧 那你就这样就算了吧 意思就是该拿哪去吧 对吧 孟长军很生他气 但是呢 冯萱做这件事情 在后来被验证 是特别的有先见之明的 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花五百日红 那孟长军在当时是非常受骑王宠训的 但是这个骑王宠你 不代表下一个骑王还宠你 还有就是哪怕是同一个人 也不可能永远的不变 所以他后面讲啊 一年之后 骑王就告诉了孟长军 他说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 那讲这句话也说明 七国换国军了 那新的骑王就说 你是先王之臣 在这儿呢 就别当我的臣了 当然这个也很合理 因为每个国军都希望用自己的心腹 所以新骑王就说 那你就别干了 你就回去吧 孟长军呢 救国于靴 就只能回到自己的封地 就去了靴 位置百里 民扶老邪有 迎军到中 什么叫扶老邪有呢 就是老头老太太也出来了 小孩也出来了 而且不是一般的出门 因为位置百里啊 是离着靴帝还有百里远的时候 老百姓们夹道相迎啊 路边全是人 营军到中 在路上就在等着这个大恩人 对吧 这个孟长军来 那大家就知道 当年冯轩 收这笔债 收的值不值 非常非常的值 因为他得到的是 靴帝的民心 有了靴帝的民心 孟长军才算是真正的 有点自己的底气 因为别人宠爱你这件事情 不足以作为你的底气 对不对 别人对我好 我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骑王给的 那有天骑王不给了呢 你不就啥都没有了吗 所以这是一个 要给自己留后路的思维 我们今天其实经常就是容易 我现在挺好的 为什么呢 你看领导特重是我 或者说我们家有关系 或者说这个我跟老师熟 我今天就觉得没问题 但是冯轩的思路不是的 冯轩的思路是 你的底气是不是来源于你自己 如果是你自己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底气 是依赖别人的 那这个事就不靠谱 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底气 所以这个冯轩就说 这个孟长军的封地的人 人心对他来讲就是他的底气 那孟长军当然这个时候 才明白了冯轩的良苦用心 他回过头来告诉冯轩说 先生所谓文是义者 说您当年为我填文所买的义啊 我今天总算是见到 你当时跟我讲买回来了义 我还觉得很生气 对吧 你整天瞎扯淡 哪来的义啊 看不见摸不着吃不到啊 对吧 今天发现了 哇这满街的人都是义 都是你当年给我围下的 当年给我买来的 所以这个孟长军就非常的高兴 但是在孟长军 看来这个事儿妥了的时候 冯轩仍然觉得 这件事情并不稳妥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一个依靠 这又是他很厉害的一种思维 他说我要留后路 没错 但是你的后路越多越好 最好多留几条后路 所以他提到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说法 这个说法到后来 甚至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叫做狡兔三窟 好我们来看冯轩是如何向孟长军提出留一条后路的建议的 他说狡兔有三窟 仅得免其死而 仅君有一窟 未得高枕而沃野 请为君复凿二窟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聪明的兔子 狡猾的兔子 不被别人抓到 或者不被野兽吃掉的兔子 是绝对不能只有一个洞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洞的话 你会很危险 第一种危险是 万一你这个洞哪天塌了呢 对吧 或者第二是 万一别人知道了你的洞 就守在洞口呢 你出来不就是个死吧 所以说这个聪明兔子一定要有三个洞 这个三呢 也可以表示多 但是在这里面一般就是具体只三个 至少要有三个洞 他说你呢 现在只有一个洞 这什么意思 就是削帝是你唯一的指望 如果削帝万一哪天出了问题 比如说人家来进攻削帝呢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没有任何的后路了 他说未得高正而无意 你现在绝对不能就整人整头睡大觉了 你觉得自己妥妥的了 绝对不是的 他说我呢 给你出出主意 再给你找两个洞 意思就是我再给你找两条后路 所以读到这里 我们就来想 这个冯轩做事情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什么 就是他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往远处看 都会想不留侥幸 就万一出现了不好的结果 你怎么处理 我们今天很多人做事情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 是侥幸心理 就是万一我成功了呢 就有一万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有一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失败概率 他也会去想 万一我成功了呢 所以我就要铤而走险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 冯轩是什么思考方式呢 他是有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只要有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失败的可能性 我也要准备一下 接下来怎么办 所以你看包括他在前面 讲孟长军去收债那段话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的孟长军 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会失败 对吧 因为他当时是齐王的宠臣啊 他有自己的地位 有自己的车马 有自己的所有的财宝 金银他什么都不缺 但是在这个时候冯轩就说 那万一你失宠了呢 你要不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嘛 所以他就买意嘛 就把这个薛帝的人心买来 那现在他终于到了薛帝 感觉薛帝的人都支持他 那是不是就稳妥了呢 孟长军觉得稳妥了 但是冯轩还会再进一步的去思考 要不要再留后路 那万一薛帝不靠谱呢 或者万一这个别的国家来攻打你呢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 当年孟长军的老爹的那个故事 叫靖国君成薛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年孟长军的老爹叫田英 分了这个薛帝的时候 他自己下了一个命令 派人去给把这个薛帝的城墙 住得非常的高 想干什么 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嘛 万一哪天 对吧 人家不待见我了 我有一个自己的城池 可以拥兵自重 这点我们之前在讲 郑伯课断渔烟那篇的时候提到过 就是城墙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时呢就有一个他的门客 就劝他说 你不要去修这个城墙 但是在之前呢 这个靖国君 就已经下了命令 说这事我干定了 谁都不准来劝我 劝我者死 然后那个门客就进来劝他 也特别有意思 那个门客说 我只说三个字 我要是多说一个你就杀了我 靖国君心想你就三个字 我让你说 你能说到啥 对不起还是啥 对不对 然后他说你说吧 然后那个门客就讲 海大鱼 就是海里有大鱼 那个海大鱼 讲完之后 扭头就走 靖国君说等一下 说什么意思 什么叫海大鱼 那个人说不行 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讲了三个字 就是三个字 一个也不给你多讲 然后靖国君说不行不行 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海大鱼 我保证不杀你 然后那个 这个时候呢 那个门客就讲 他说 海里的大鱼是很自由自在的 它非常的厉害 但是一旦它到了陆地上 没有水了 就算是蚂蚁都可以吃掉它 它就死定了 他说你 作为齐国的国相 海是什么 海就是齐国这个国家 你在齐国得到齐国的支持 你就是海里的大鱼 没有了齐国的支持 你就是陆地上的那条鱼 蚂蚁都能吃掉你 你把靴的城墙 绣得再高有什么用 反过来讲 靴地的城墙越高 是不是齐国的国君 对你越不放心 那所以你这么干的话 反而就是成为了那条 到了陆地上的海里的鱼 所以我叫海大鱼 然后这个靴国君觉得 我讲得太棒了 不休了 城墙不休了 你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这是在之前发生在 孟长军的父亲身上的故事 就证明你有了靴地 是不是一定是靠谱的 不是 那万一靴地不靠谱呢 对吧 所以冯玄说 你必须得再找后路 而且我建议 不要只找一条后路 找就再找两条 这样的话你有三条后路可以走 任何一条 都不敢轻易地断掉 这个也是 我们去做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 就是你千万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就万一这个篮子摔了呢 对吧 你可能说 哎呦 我把所有的身家性命 托付这个人 这个人特别特别的靠谱 我特别的放心他 好 不一定 首先这个事万事万物是不一定的 其次 如果你真的这么干了 你相当于把你的命交到了别人的手上 那别人如果拿着你的命脉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有资格向你提条件了呢 你不答应我就把你这篮子给你摔了 你一点折都没有 所以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你要尽可能地给自己多找几条后路 一旦你的后路多了 其实相互之间反而会形成一种制衡制约 就他知道说你不是只有我这一篮子鸡蛋的时候 他反而不敢摔这个篮子 对不对 摔了就没有了 然后你也不害怕 对不对 所以冯轩说我再给你找了两条后路 那什么后路呢 孟长军就给了他五十圣车 五百金黄金 意思就是我给你充分的钱支持你 让你去做这件事情 冯轩就向西到了梁 梁就是魏国 就到了魏国的国都大梁 就见到魏惠王 就跟魏惠王讲 其放弃大臣孟长军于诸侯先营之者 富而兵强 他说齐国把他们国家里边 特别厉害的这个大臣孟长军给放逐了 现在各个诸侯国都在抢这个人 谁先抢到了 谁就能够国富兵抢 好 这节课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再见